纽约时报的中文网 特别写这样的一篇的标题是 习近平与拜登会晤 向川普发出信号 那么坦白说 目前这两国的元首 在秘鲁的对话 其实很多话意思是 习近平是透过拜登 讲给你川普听的 但是我们在看 大家不晓得说 川普会怎么样来回应 川普又会如何来接招 但是大陆方面已经把态度 讲得这么的明白清楚了 而现在你说中美两国之间 到底是不是可能 有共识也有旗舰 那旗舰的部分 不要变成对抗冲突 可是共识方面也不是完全没有 像什么呢 习拜两人的会谈 都一致认为核武的使用 应该是人类 而不是由AI来决定 强调各国要审慎的评估 AI在军事应用当中的 潜在风险呢 那韩冰那就这一点来讲 你说这会也是川普所认同的吗 来韩冰 我想没有人希望看到大家 到最后人类因为核战争 大家全部灭绝掉 我想为什么拜登 乌尔战争打了这么多年 他就是不敢出兵 其实也是怕直接跟俄罗斯对上 所以我想即使是 很多人认为川普是个狂人 我想要再狂也不会狂到 让整个世界灭掉 所以我认为川普也是可以认同这些东西 甚至 其实大家不要看川普那么狂 川普那四年可能是一场仗都没打过 所以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好战分子 恐怕跟大家想的有点不一样 他要的是美国的利益 而不是要寻求战争 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觉得当然很多人会认为说 习近平干嘛跟川普 没有跟那个拜登在那边讲那么久 两个人讲了100分钟讲这个干嘛 他都已经要下台了 你跟他讲那么多干嘛 那当然不是这样 一方面当然是对美国这个大国的一个尊重 那更重要的就是借由跟拜登的谈话 其实也是传达讯息 再告诉川普一遍 再告诉美国人一遍 我们现在中国大陆的底线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其实可以合作 可是你不能够越过我的这个红线 你越过红线我没有办法容忍 所以我觉得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 来做一个初步的 双方先试探 互相的试探 那拜登当然也知道自己 也只剩两个月的时间了 其实他在大部分的时候 他到底承诺或不承诺 其实都不是很重要 这样实在话 重点只是他也听到了 那接下来 因为很多媒体都在嘛 那这些美国人自己也有在记录嘛 未来这些 因为现在开始 其实拜登要 每天要给 川普这些相关的安全汇报 他都要 其实都要给他 这是美国总统力行交接的 这样一个任务 所以这些讯息 川普也都会知道 那川普知道之后 他也了解了习近平 要的东西是什么 习近平的底线在什么地方 那川普自己就会去抉择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如果以现在川普这种大展拳脚 他把整个内阁人 是搞得这样天翻地覆 然后做出这些东西来 很多人担心 他未来是不是会对全世界 发出什么样的动作 我倒是觉得 美国恐怕先担心自己吧 因为美国内部自己恐怕 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 他还有余力跟精神 去对付全世界吗 我觉得我们大家看看再说 好 其实看到这个川普用人 因为他现在已经一个一个 都有任命 那我先请教一下杨老师 你看美国媒体就说 川普内阁人选速度是创纪录的 为什么 因为八天提名12个人 狠甩了拜登欧巴马 比他们动作都要快 难道这就是所谓川普的效率吗 小布希高尔政府 甚至是超过50天 这个速度当然跟川普是不能比 川普速度这么快 可是有人就是看了以后 他选的谁谁谁 结果就说 我以为会很low 但没有想到是真这么low 那因为说真的 他用人还真是蛮特别的一些标准 那所以现在当我们看到 这一幕的时候说实在话 就是不管你不喜欢或喜欢 你都得给我吞下去 是这样吗 因为他用了这一味 小萝卜干奶迪 明明不喜欢吃美国素食 觉得你川普吃这种东西吃太多 那觉得是可能不健康垃圾食物 但是问题是让他当卫生部长 结果有人就注意到说 你看你看小萝卜干奶迪 明明就不爱 可是他这个前面摆的这些 放在那儿好像非吃不可 表情看来有一些不自在 所以要当川普的官 还是真不容易 你只能够完全听川普的 老师 他其实还不算真正川普的人 这摆拍摆拍 这也是另外一种摆拍 在飞机上然后大家吃这个 绝对不一定是正餐 那就算正餐好了 他其实是给媒体的印象 因为川普在选举之前 去过那个麦当劳打工一天 对 那个对他的选举很大的帮助 是 后来是那个垃圾 把他再往上抬了一波 所以我是觉得然后选后 就大家来吃包含马斯克 众议院议长 然后卫生部长 来吃这个麦当劳 这是回馈啊 麦当劳那个时候有一些店 有人这个抵制嘛 对不对 然后他当选之后 马上这个辞掉麦当劳的工作 所以这个他背后的公关 真的很厉害 那我就要讲他内阁啊 我看大概三波 而且是每况愈下 第一波其实一个人 就是他的白宫幕僚长 Sussie Wills 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蛮称赞 这位女士 虽然67岁 但2016年帮的拜登 而且默默做事 把一切都照顾得很好 第二波三个人 国务卿 国安顾问 然后呢 大概吧 隔了一天 国防部长 这三个呢 都是跟国安有关的 而且我看得出来 他背后都跟那个 以色列的金主有关 那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有一些部会的出来 有些部会出来 你就开始看到一些 不太像 蛮低劣的 一些记录的 对不对 那尤其 这个卫生部长 是反对疫苗的 能源部长 是不认为 全球短话是个问题的 对 然后呢 司法部长是被司法部 一直在追杀的人 对 情报总监 是曾经被情报单位 列为和恐怖分子 有往来的嫌疑人的 然后呢 国土安全部长是拿枪 杀自己的猫的人 每个讲起来 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这些人都要去 帮他做筷子手 他基本上是来掀桌子 要把整个美国的 民主党跟过去官僚 所建构的 他要把他给 就是说人事上改革 他要改造美国 然后呢 要让他效率化 讲好听 效率化 那当然 马斯克也在帮他忙 但能够怎么样做 我觉得其实 因为不要忘记 川议院里面还有47个民主党的参议员 我觉得这个 这个同意的过程 会拖的比较长 但他们可以先用代理的方式来行事 可是呢 也是一个测试 看看真的是不是共和党 现在就是川普党 我相信他们会通过 因为52 53 为什么讲52 53 因为Rubio要辞掉 那Rubio在他要补选 那补选要有一个过程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参议院只有52个共和党的 那会不会过 但是会拖一段时间 我觉得共和党议员 每个人都 都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差 但是呢 这个票还是要投下去 因为他们都是川普党 结尾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国附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灵密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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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